大家好我是李师傅 要提升免疫力的关键营养素当中 你知道对于我们的免疫系统 比方说我们要正确跟适当的去调节 其中关键的营养素 蛋白质 它是形成我们抗体最主要的原料 那我们的油脂 好的油脂Omega3也可以抗发炎 那我们益生菌三支七指的免疫系统 是在我们肠道里面的益生菌 那我们的大蒜片 我们大蒜片也是有一个很棒的 对于杀菌的一个效果 还有我们的脂椎花 脂椎花呢 它这个对我们的呼吸道非常有帮助 那一个维他命C 对于我们的血管病毒感冒 都非常有帮助 以上这些都是属于 加强我们的免疫系统部分的营养素 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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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